还活捉了一个 关在拘留所 哈麦博士分异常 一言不合就枪杀手下 男人名叫袁龙 表面上的他虽是现代警察 但实际上却是穿越而来的锦衣卫 明朝天启地年 年仅八岁的贺英被朝廷拉去参军 通过艰苦的训练成功进入锦衣卫 在这里 他结识了三个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老大袁龙 老三六 老四萨偶 四人情比金坚 立志长大后要干一番大事业 谁曾想第一次任务就遭到了惨痛的变故 朝廷派四兄弟远征西域 在途中 贺英意外遇到一位神僧 神僧不仅授予其时空穿梭的能力 更给了他一把开启金蝶的钥匙 而金蝶就相当于穿越的大门 神僧让贺英一定要保守秘密 把金蝶护送回京 此时皇帝尚且明佑 一心贪婪不理朝政 政权被身边的宦官掌控 贺英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于是听从了神僧的话 并未将钥匙上交 无料此事却被大哥元龙得知 为了天下苍生着想 我愿意永远和你保守 启动经典的秘密 这是欺君之罪 也叫杀头 因为你 好 元龙表面上答应替贺英保守秘密 暗地里却勾结九千岁 诬陷贺英勾结倭寇意图谋反 残害大哥元龙的岳父一家 导致皇帝下令诛灭九族 裂了桃源村的所有人 得知此事后 贺英心生恨意当场暴走 在雪地中和三人交手在一起 此时雪崩爆发 贺英健壮 赶忙踩上盾牌滑雪跑路 三兄弟健壮立刻追赶 四人随即开启滑雪大作战 为了不伤害昔日的好兄弟 贺英只好边打边退 但这场雪崩却越来越大 最终将四人埋在地下 几百年后 不良商人为了牟利将几人贩卖 不想运输途中却出了车祸 被埋了几百年的贺英就这样满血复活 走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 贺英显得格格不入 现代文明更是让他无法接受 好在他遇到了小美 这才在其帮助下适应了未来世界 二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 不久后 其余三兄弟一满血归来 还对贺英大打出手 双方在天桥上展开激动 打了得天翻地覆 贺英虽然实力超取 但面对两兄弟的强势围攻 以及大哥元龙的远程偷袭 最终寡步敌众 当场坠入大海 宁可 我以为 我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命中的注定 也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能度过此劫 你就会进入另一个境界 另一边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元龙成了当地的警长 不仅顺利找到了 开启金蝶的钥匙 还打捞出贺英的尸体 为了不让金蝶的秘密泄露 他痛下杀手残杀了属下 救出了被关押起来的三地虐虎 然后串通猎虎就请贺英 准备利用他的口诀回道过去 看着就请自己的 竟然是大哥元龙 贺英很是疑惑 从大哥口中得知 原来杜大人一家的面门 是栽赃嫁伙 当年的皇帝年轻 九千岁乱政 天启地在位六年就驾崩了 随后崇祯皇帝继位 虽力挽狂澜 但最终还是亡了国 听着大哥诉说这一切 贺英决定回去救国改变历史 救回娘亲和桃园村父老相亲 临别前 他找到小美 道别的同时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他 你要回明朝 怎么可能 大哥找到了 就找到时空金蝶了 看着贺英高兴的样子 小美知道强流必不可能 只能拍下二人的合照当作纪念 第二天 在大哥元龙的带领下 三人来到北京 通过肥雪的帮忙 找到了时空金蝶所在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金蝶 大哥高兴坏了 当即就要启动 不料却被贺英阻止 我们四兄弟运疯了几百年 能走的话 当然是一起走了 如果这个金蝶 真的有穿梭时空功能的话 我和你先走 再回来接他 行 逆天这事 不闹而戏的 可是没时间了 哎 到了 我来了 好吧 他走了 见二人吞吞吐吐吐 贺英顿觉不妙 原来当初贺英坠海誓 老四萨敖念及兄弟情 毅然决然跟着跳了下去 妄图救下贺英 不料人没救到 反而白白搭上了自己一条命 闻听此言 贺英满脸不敢相信 他拒绝元龙启动金蝶的要求 一定要亲眼见到萨敖尸体才行 毕竟四兄弟一起来了 要走也应该一起走 少了哪怕一个人都不行 元龙最了解贺英的脾气比性 而他也早有准备 让灭虎将暗处的小美丢了出来 贺英万万没想到 多年的好兄弟竟然会这样对待自己 为了救小美 贺英只能被迫说出口诀 随着口诀的念动 时空金蝶缓缓起动 一时间洞内狂风大作地动山摇 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中 金蝶速度越来越快 伴随着一道白光闪现 元龙和灭虎瞬间消失不见 等洞内再度恢复平静后 贺英带着小美走出 此时二人发现 来时的洞口已经被彻底封死 就在二人为出路苦恼时 贺英意外发现 元龙涅虎虽然离开了 但要是却意外留了下来 满心欢喜的二人再次启动时空金蝶 进入时空隧道穿梭 与此同时 一辆行驶的列车上 一群特务正在挨个搜查 两名青年健壮 被吓得瑟瑟发抖 显然他们身上定然有什么秘密 就在二人不知所措之际 火车驶入隧道 等再次驶出时 贺英已经出现在二人中间 哎呀 惨了 两位 请问 现在是什么时代 什么年 听闻二人竟然到了民国 贺英无语了 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时空经典 就在此时 一群日本人闯了进来 要对知青女子动手 小美见对方竟然欺负女人 立誓暴怒而起 将这几人一顿暴躁 如此行为引来小日本不满 叫来手下欲要围攻 隐 earthquake 谢谢 带 Fridays 那么 都是 海 给 你